基隆市长谢果良跟环保局长马仲豪以及环保局相关人员 在228假日期间特别来到庙口夜市入口前 向外界来说明市政府为什么会来设置行人专用的垃圾桶 对于外地的这些游客 不管是外国的还是全省各地 如果说让他们来基隆吃个小吃逛逛买点东西 所产生的一些塑胶杯啊纸杯啊 还有一些垃圾 你说这边完全没有垃圾桶 然后叫他们一路带回到客运 一路带回到自己的车上 再拿回到双北甚至中南部去丢弃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对于这些观光客 相对是比较不方便 也是有一些挑战 所以我们从即日开始我们会尝试着 试办在五个观光客比较长活动的地方 分别是庙口夜市 还有吉祥大楼 还有我们金星银楼旁边 还有在火车站的镇祥附件诊所人行道 以及我后方仁爱市场的人五路公车站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让观光客跟游客来的时候 有地方可以丢垃圾 那我们这个垃圾桶大家也都看到 我们也设计过 不是给整包垃圾拿过来的 也不是给家用垃圾可以放在这里丢弃的 第一个是我们垃圾桶的本身经过改装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想办法 让我们的开口有缩小 这个缩小的目的呢 不外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各位民众呢不要把家户的垃圾包丢到公用的垃圾桶当中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啊 比较便明啦 但是就是清洁的部分可能随时就要清了 就是有人要去顾 哎呦 才不会溢出来 对对对对 因为像其实大家争论很多嘛 涉或不涉都有优缺点 对对对 就你游客来讲 比如说像您这样子买 买个什么东西的 吃了然后就有垃圾桶可以丢很方便 那我们这个行程专用的垃圾桶的清运次数 我们也会随之而增加 目前是早上八点钟 然后大概十一二点 然后下午有两班 然后再来就是晚上 那所以我们的目的 我们也会加强清运 一天五次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 这个地方不要满窄 所以我们希望给观光客一个比较友善的城市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维持一个整洁舒适的一个观光环境 也维持一个整洁而干净的家园 这个也是我们干净家园目前在积极的推动当中所做的努力 那在接下来呢 刚刚市长也有提到 我们会用科技执法的方式来检讨我们今天的垃圾桶的这个实际上的使用情形 最后我们从三月一号开始 我们的这个乱丢垃圾的这个罚环呢 我们会从一千二到六千 提高为两千四到六千块钱的罚环 这个部分是从三月一号开始我们进行的同步配套 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打造一个干净家园 对市民跟观光客来说都是一项良性的政策 谁都不乐见自己的家里乱七八糟 如果街道上干干净净 大家对这个城市才会有好印象 呼吁大家都保有公民素质 打造一个高水准的国际港都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